各位大家好 上集說到漢高祖劉邦落難 被武頓設下埋伏擊敗 要退到白登山 足足是綠天 都不知怎算好 幸好大臣陳平來到獻上一計 收買武頓的太太 燕士說幾句好說話 希望達成和解 果然燕士做到事 在宴會上勸武頓不如收手 漢朝有神靈保佑應該贏得 大家和解 免兇奴戰禍之苦 武頓聽了之後有什麼反應 他竟然不應該這樣說 是想想想都覺得有道理 因為一方面他不是想要一次過 要吞滅漢朝 他都沒有能力 純粹擴充擴充領土 另外漢朝投降給他 兩個人 一個韓王遜和王遜 曾經大家相約一齊 夾擊漢軍 但時至現在的情況 都沒有出現過他們的蹤影 武頓就覺得這兩個人信不過 表面投降 實際上仍然和漢軍有聯繫 如果到時大家和劉邦一起 內外夾擊 兇奴就會很被動 所以他默認了燕士的建議 下令對漢軍的包圍圈打開一個缺口 漢高組已經被兇奴困到第七日 漢軍彈盡良絕 機寒交迫 去到清神 非常大霧 五步之內 都看不到人影 漢軍護著漢高組 靜靜地下山 陳平拜神戰手 在道路兩邊守衛 時刻準備作戰 走到山腳 漢軍等著兇奴燕士的消息 一直等到雲散霧開 去到中午 終於兇奴有一個將領 帶著燕士的口信來到漢營 為漢軍指點迷津 指點一條突圍之路 走出武頓故意打開的包圍缺口 劉邦終於可以放下心頭大石 輸一口氣 插馬揚邊 快快逃離尚未消失的險境 這時候 泰伯騰宮夏侯英 按著高組揚起的馬邊 要他慢慢走 高組不明白為何要慢慢走 想快點離開險境 但仍然聽他的說話 果然兇奴的兵尾除在漢軍身後 看見漢軍猶然自得 完全沒有亂 覺得是否有些景色 會否有埋伏 所以不敢太近去追擊 是遠遠跟隨 眼白白看著漢軍越走越遠 最後都是霸兵回應 漢高組死女逃生 直奔首都長安 他去到廣武這個地方 想到自己所遭受的七天七夜之災 末此難忘 想到自己為何有這樣的錯誤 如何遭逢失敗 還是沒有聽流徑的說話 還拉去坐牢 拉去廣武這個地方 於是他親自釋放流徑 封他為建信侯 後來漢高組又逃經曲抑這個地方 此處風景壯觀 河水喘急 遠處山峰交叉重疊 一個山峰一個山峰 是互相連在一起 好像與天有連接一樣 高組不由得感慨萬分 他說浸行天下 唯獨見洛陽和此處最有氣魄 他想到此行最終能生歐歐回到長安 都是因為陳平的妙計 於是就加封陳平為曲抑後 自然那十個催促高組出征的事者 都被斬首 我們今次看到 漢高組都很狼狽 很狼狽 還要靠著一個女性 異族的女性才能幫助她脫險 但我們都看到她的優點是 她願意去改過 知道自己的錯誤在哪裏 立即找回一些 原本說得對建議的人 幫過她的人加以封想 一些錯提意見 但也看到劉邦是一個想法分明的人 以及懂得去改過的人 所以她才在楚漢商爭 最後戰勝了韓瑜 另外在她成為漢高組時 都是類似化險為儀 另一方面我們都看到 在中國傳統社會 都是藍磚女卑 但歷史上我們由 雙朝下雙周到現在 其實都有很多女性 非常有影響力 有些是很衰 我們覺得她衰 有些是很有貢獻 例如梅喜坦記 這些人 或之前鋪翅禍 禍國約民 傾國傾城 最後搞到皇帝連各國家都沒有了 因為擔於旅飾日落 但旅後 今次的煙事 以及之前供養韓信的飄母 其實都是很有貢獻 或者應該這樣說 對歷史很有影響力 幫助她身邊的一些男士 或者一些重要的人物 幫助她一忙 煙事幫了劉邦 沒有幫助武頓 旅後幫了劉邦 飄母幫了韓信 所以我想帶出一件事 例如說 就算是一些弱勢社群 你覺得自己是沒有什麼影響力 你覺得自己是不受重視 甚至是受社會壓迫 但其實你都有機會影響這個世界 你都可以做一些事去貢獻這個社會 或者這樣說 你做一些小小的壞事 其實你都對這個世界是有影響的 所以一定要慎重 還有不要妄自匪博 覺得自己是很差的 我讀得書不多 又沒有什麼錢 又沒有能力 其實不是的 可能你做一些你擅長的事 或者你肯踏出一步 即使你是發聲的 可能你都會影響這個社會 或者你一句說話去鼓勵別人 你可能做一件善事 其實可能你的影響 是對社會是很大或者很深遠的 所以不要論識自己這份力量 是正面的力量 而不是反面的力量 正面的力量 固然要重視 少少的錯誤 你都要審慎 因為你可能少少錯誤 你的遺和是很大的 那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裡 我們下集有一個新的故事 多謝各位